为了平衡崛起的中国 美国再提议印度结盟的新方式会有效果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强绍 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 历届美国政府在过去的20年间 都试图与印度建立起牢固的关系 然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 印度假装它是这个世界上独立的一级 拒绝站对西方 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特殊关系 包括引进S-400防空系统和大量的俄罗斯石油 这也让美国人对继续投资美印关系感到失望 然而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美国内部也有不死心的人 最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再次发表长文 现言美国与印度更新结盟方式 在美国人看来 中印关系现在仍面临无法克服的矛盾 其一是两国边境问题 自1962年以来就一直没有解决 在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之后 双方的关系就一直没有正常化过 第二印度对中国在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感到担忧 第三印度对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 特别是巴基斯坦经济走廊非常不满 认为中国是在打造一个强大的印度敌国 当然美国与印度推动结盟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首先印度与美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分歧 比如美军从阿富汗的撤出 缅甸问题 乌克兰危机等等 印度不愿意疏远俄罗斯 主要是基于其军事现代化 离不开廉价武器 这是西方无法替代的 在对待中国问题时 印度只关心中印边境争端 美国则更关心台海问题 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 所以如果美国想与印度结盟 就必须接受一个不听话的印度 美国的决策者要认识到 一个更强大的印度 一个更有能力抵抗中国 胁迫的印度 符合美国的利益 印度不愿意在很多领域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美国也不需要对印度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美国的这位作者看来 如果美国决心与印度结盟 有几个好的切入方向 第一 想在陆地上对抗解放军 看起来不大现实 美国人可以将目光转向印度洋 白宫和物交道楼 应该关注印度海军能力的提升 增强两国追踪和瞄准中国海军的能力 通过采取谨慎措施 改善在印度洋的军事态势 印度和美国 也可以在西太平洋产生连锁反应 增强其威慑力 印度甚至可以在不直接卷入台海冲突的情况下 影响北京的决策 第二 美国可以帮助印度发展无人作战力量和反舰作战能力 印度不应试图以中国军队展开全方位的竞争 而应调整其战略 争取在某些领域 夺得优势 而美国可以帮助印度实现这一点 比如美国可以帮助印度制造大量的无人机 无人潜航器 空射反舰导弹等等 以便能够威胁到中国的商船和军舰在印度洋的安全 第三 在外交上 美国可以充分利用印度向成为全球南方国家领导者的野心 中国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来获得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力的 而印度则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发展中大国的地位 侨明联系和不结盟运动等历史遗产 而这些正好是美国影响力的一种完善和补充 美刊认为 辛德里拒绝成为美国的附庸 但他仍将是中国的有力竞争对手 因为他寻求维护自己的利益 并减少其脆弱性 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如果按照上面的战略 以印度发展合作 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影响比较小 因为中国也有应对之道 首先 中国发展以航母战术群为主的远洋作战力量 帮助巴西斯坦 缅甸 孟加拉等国发展海军 完全可以抵消美印在印度洋对中国的战略威慑 美国人可能忘了 美国与印度在印度洋上同样存在着冲突 毕竟印度人认为印度洋是印度的 最近美国的印太战略中自由开放的理念可不相符 美国军队有时候也对印度玩自由航行 充分证明双方的竞争关系 而且印度军队威胁印度洋的航行安全 受伤的同样包括欧美国家 对此美军可能比解放军更着急 其次美国帮助印度建立某些军事优势 这就涉及到技术转让 还要受军费的限制 可没那么容易 不说别的 拜登连向印度转让F414发动机生产线都不同意 更不要说在无人机领域帮助印度建立优势了 最后印度的南方国家领袖地位 原本就是假的 没听说哪个国家愿意把一个打嘴炮的国家 当成自己的领袖的 所以美国和印度可能会相互利用 但是没办法真正结盟 而且双方的合作空间非常有限 要想共同制衡中国的崛起 恐怕永远都无法实现 好 今天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